你怎么过来了 我看你最近出行不太方便 把你的电瓶车拿到长乐小馆 哦 行 谢谢啊 应该的 就这事 那个 给你拿个礼物 这什么呀 你拿着吧 你拿着 围巾 哎呦 不用 你自己留着吧 不是 天冷了 你戴上试试 我觉得挺适合你拿 真的 哎 真不用 我家里好多围巾 我平时都懒得戴 哎 你试试 这适合你 哎呀 你看你这 平时骑摩托车这大厂 这个脖子也不显冷的 现在小 这老子就知道了 忙了吧 电瓶车的事谢谢你啊 应该的 走吧 小虎 拜拜 等吗 拜拜 哈哈哈 拜拜 慢点吃 这小朋友毛都没长齐呢 又开始追女生 你长大了不能学她知道吗 你说她该不会是真不要我了吧 放心吧 没妈的孩子啊 我也会对你像快饱的啊 慢点吃慢点吃 别噎着了 喝口水 岳阿姨 我今天正式离开滕月了 也是真正意义上 离开了你爸爸的自有器 我来向他道个别 还怪我吗 哎呀真没想到啊 岳总都这个年龄了啊 还能这么放 放下一切 说去环游世界 人家就环游世界去 可不是 江湖说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女性 就决定自己人生方向的能力和权力 说的真没错 哎 据我所知 江湖姐要去那个综艺 嘉宾里好像还有徐司吗 那江湖姐真要去啊 去 凭什么不去啊 咱不怕他再数坏 人生百态啊 好 好 好 嗯 好 好 小 快 今 我 我走了 一号 我去过下来 好 郭云小的代表 请过来抽号码 这位 您抽的是三号导师 一号去三号房间 请先过去手的准备一下 谢谢 新谷集团的代表 二号导师